性別,性別怎麼判斷?一般我們會看身份字號的第幾個字呢? 對啊,那就第幾個 第2個,第1個其實是你出生地 我記得好像是出生地,或者是你跟,好像你 爸爸的疾病還是什麼,反正就是一個 戶籍的一個資料 那第2碼就是性別,那我們性別部分如果,當然你可能要 所以,第1個,你可能需要 知道性別的話,當然不是叫你自己用打的,1打一個男,2打一個女 那這樣什麼時候才打得完 所以你需要怎麼樣? 可能需要兩個步驟啦,第1個步驟是把第2個字先抓出來 第2個步驟的話就是,再判斷 他是1還是2,如果是1就是男,反字就是女 OK,所以需要兩個步驟 第1個步驟就是用什麼? 用laps也不對,用right也不對,所以我們先用什麼? 這邊有個middle函數 MID MID是middle 中間算起 然後他會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問你說 你的字在哪裡? 在這裡 那 STAR意思是說你要從 第幾個字開始 STAR LUMBER是 哪一個字開始 那我們第2個字 第3個問題是 LUMBER TAR是幾個字的意思 TAR是字 LUMBER是數量 那我們要幾個字 一個字 那這個時候他會幫你怎麼樣 把這一串的資料 抓出第2個字出來 告訴你 但是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有個特別的地方 有沒有發現上面的1跟下面的1有沒有一樣 這個1 跟這個1 特別注意 雖然都是1 如果你放在儲存格裡面都是1 但是在ECL裡面他會認為不一樣 上面這個1是數字的1 下面這個1是文字的1 兩個如果比對的話是不會一樣的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 明明都做對了 奇怪為什麼 就是 結果不正確 原因就在這裡 按個確定 好 可是問題你性別是1、2嗎 這樣誰看得懂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如果是1 那就是 把它換成男 如果是2的話 就是反思 那怎麼辦 習慣性就先做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請你把 上面的公式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再插入一個 邏輯判斷 所以再來文字切到邏輯 然後把公式貼上 貼到哪裡呢貼到邏輯這邊 這個的結果 如果等於1的話 那就是男 反之的話呢就是女 應該這個邏輯看起來應該是沒錯 對不對 反之的話就是女 不過你會發現你打完這個男女 他會自動幫你加雙1號 因為他這個是文字 好 可是你會發現 這個是男還是女 男 可是你會發現 你做完結果 女 哪裡錯呢 看得出來嗎 請問哪裡錯 有同學 講的 這裡哪裡錯 差什麼東西呢 雙1號 特別是 因為這個是數字1 這個是文字1 兩個先比對之後有沒有一樣 沒有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把後面的加什麼 雙1號 難了 有沒有看到 所以特別是 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 真的就漏這一步 工作就是 做不出來 就是做不出來 鬼打牆 永遠做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以為是一樣的 但是實際上 Excel 他就認為是 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按確定之後 我們把這個性別給做出來了 那應該沒問題 那再來就切到那個 這個部分做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邊 那 IPDL1怎麼做 當然 這個地方手機 游標先放在這裡 先給他一個等號 等於什麼呢 我要先09 所以我先打一個文字09 那因為是文字 所以一定要雙引號 再串接AND AND什麼呢 AND電信業者 有沒有 然後呢 再AND AND一個什麼 減的符號 一樣喔 雙引號開走一個減的符號 沒辦法啦 你儲存格跟字串串 一定要中間AND符號 如果是文字的話呢 前後一定要是雙引號 如果你 不要一次做不完沒關係 你要做一半 先打勾看看 做出來了 後面還有084 可是084要怎麼做 AND AND什麼呢 我要重複幾個零 是根據什麼呢 根據 區碼裡面 有沒有三個字 有沒有三個字 所以基本上的邏輯這樣 我要重複幾個字是用3 去減掉什麼呢 這裡面有幾個字 比如說 我用3 裡面有幾個字 兩個字 所以我重複幾個零 等於1嘛 所以重複一個零 這個什麼 3 減掉幾個字 一個字 等於2對不對 所以我就重複 兩個零 這個邏輯應該有啦 可是你要怎麼樣把這個邏輯變成 我們需要的 那個 IPT函數呢 我大概做一下 IPT 自己打好了 錢瓜糊 他問你第一個 給什麼字 給 幾個零 我要重複零 所以 雙引號零 豆點重複幾次 用3去減 減掉什麼呢 LEN 算 錢瓜糊有沒有 算什麼呢 算這裡面有幾個字 有沒有 幫我算完之後兩個字 特別說後瓜糊 再一個後瓜糊 這個 這兩個後瓜糊一定要加 這個後瓜糊是對這個的 這個後瓜糊是對這個的 OK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幫我補幾個 3減掉2 補幾個 3減2 一個嘛 所以打勾之後我們看一下 補一個零 有沒有 然後再AND什麼呢 AND 區 打勾 有沒有出了 零吧應該看得懂啦 只是要一次做對應該有點困難 那後面的話呢 H欄其實跟 G欄的邏輯 規則都一樣 有沒有 所以呢其實 當然聰明的 話你可以其實怎麼樣 有個簡單的方法 把這邊怎麼樣 Ctrl C 複製 1到這邊 Ctrl V 然後把什麼 把這個G4改成H4 把這個G4改成H4 打勾有沒有 做出來了 OK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只是說你要看懂了但是做不一定做得出來 OK 好那把他向下填滿 有沒有 特別注意喔 這個 因為之前有同學說老師你 以前教是這樣教這樣拉拉拉拉拉拉拉 其實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因為你拉有時候拉過頭了 有沒有或者拉來拉去拉不 有沒有 所以一般習慣性 不會用 用這樣往下拉拉 直接在空點上快點兩下 這樣就自動填滿 這樣就自動填滿 他會自動去